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有 其实比较好 有的事情可以这样说 像我们用手机这件事来说 就有这种感觉 是啊 我们去社区很多长辈物 你问手机吗 尤其是抵护子用的手机 他们说没有 我们没有手机 有的是说有了 有手机 我们去给他介绍说 这种手机有多好用 有多好用 他们都说 啊那我没想啦 啊我那电话 比较可以接 比较卡 这样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说你的手机 要买到外观的这个等级 比如说你身体电话 贵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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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过 这个他的这个力量 和他的一些功能 你没用到 那你又好像不一样 我也常常去买什么 电器用品 是 像说我们的电视 因为 还是我们这个 微波爐这些东西 你如果是 不用 还是说 它的功能 很多 比如说你微波爐 普通就是 拿来 加热 没有 没有啊 是啊 但是其实 微波爐 它还带来做很多东西 很多料理 比如说有什么 解冻功能啊 有的 还有什么 烘烤功能啊 有的烧烤啊 是 那种的吗 就是 常常我们用 你的加热锅 去设定 开始 这样而已 其实它也有 针对 你 如果是要煮菜 你就拿去 快捷键 要不然你要处理 肉 鱼肉 还是鸡肉 还是鸡肉 这种东西 其实它旁边 还有一个按键 让你吃了 这样 如果我们不可以用 就感觉 也感觉 在顶底 你敢说 那不是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五百岁 所以我们不敢乱吃 要你来人说 这样就好了 你这首相听的是 爱点忙 行华爱点 所以我们说 让我们买的东西 有很多很多功能 不一定大家都用得到 所以你就想说 要买它好吗 还是说 都好用得好吗 没有啊 就像现在有的商品 它就所有的功能都给你了 它是因为 有的人用得到 它不管你用得到 用得到 反正它有什么功能 你就像你当时 你买来 遥控器里面 里面 密密麻麻 很多按钮 你真的要去吃 有吃几粒 没有多多粒 对吧 对不对 你会去设定 它的快捷功能 如何去调整 你感觉 它很利便 如果在南半的 反正我可以调音量 我可以酸胎 可以切碗 它的双语 这样感觉有吗 这个东西 都是在 实物 真正的东西 中间 用的 比如说 电器 遥控器 手机 现在 还有很多 服务 它是在 云端 它的应用程式 在我们的APP 所以 我们今天 就要跟大家介绍 说 现在有很多 东西 比如说 台湾很多人 在用LINE 也有在用FB 是 所以我们就发觉到 说 在使用LINE 还是在FB 上面 我们也会常常说 以前用LINE 还是FB 它是更新的 有 整个界面都不一样 有的从上面 刷多少个卡 还有从土壁 刷到这边 都刷不到 是 因为 它在改变 还是改版 那我们就 好像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它那两天 它是改版 一UP 底 咦 咦 咦 你也要去使用 它的新版面 是啊 还是它的按钮 嗯 其实 它 刚来台湾 到现在 其实它 已经改版 很多 你如果 分析出来 改版 有的是 大改 又有的是 小改 改靠 你不知道 它是十分的 你如果不知道 还不用说 它还有增加 多少功能 就会说 你对这两头 去了解 它每次的 更新 它到底的更新 什么 你把它记录起来 身体万点 这是 爱点望 生活 爱点 生活爱点 心智满点 这里是爱点往 生活爱点 生活爱点 空间 心智满点 这里是爱点往 生活爱点 我的生活爱点 生活爱点 無聲無息 無聲無息 無息嗎 要問台長 很多東西 像我們用手機 還是用電腦 不知道你有發覺說 他常常會跟我們交通 跟我們通知 你突然這樣挑出來說 你現在 堂子設定怎樣 還是我們當時要改版 對吧 你會照著他的通知改變嗎 會啊 我會接受 我不會 我還是很疲 改變 改變 所以我都把他挑過忽略 視而不見 因為像我看 他要更新 我會去看 看他的水面裡面 譬如說改版 有時候改版之後 他裡面有一個更新的內容 有時候他會做一個說明 他的說明說 我這次裡面改什麼 有情感什麼功力 我有時候 有認識過 你如果沒有實際操作 你好像看 你不知道他的意思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知道 不過 不清楚 對啊 他應該是 我們看到 看到他上面是誰的聲音 不過 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要說什麼 他只是問他的說明而已 但是你如果沒有照實際操作 照他的方式去實際操作 那你真的沒有了解 像我們之前的分享的說 要我在技術本裡面 去做一個功果 他要怎麼做 不是說你在技術本裡面 直接做一個功果 需要在聊天室的雅民上面 來設定功果 有辦法 像我們前幾天 跟一個大哥 說 啊 奇怪 我的這個FB 怎麼會想沒有東西 都不會通知 對啊 怎麼會現在的 沒有 還是因為裁員的關係 不是 沒有人幫他通知 到底是發現什麼事情 這裡是愛點網 生活愛點 隨時掌握生活科技焦點 其實那當時聽的那個大哥跟我說 聽他的說明 我有感覺說 他可能那個FB出什麼問題 他說 他沒辦法選什麼商品 沒辦法說去發文 那當時我會說 有得對 因為其實我 做FB改版後 我們有他 偶爾會卡到這個問題 什麼都卡到這個問題 卡到啊 我們跟他卡到他不一樣 就是 因為他這個改版 變成 跟我們這個直覺 這個操作 不一樣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 哪裡不一樣 以前 我們有FB的個人帳號 還有人 因為他有開公司 有去做什麼事業 他會申請一個粉絲專頁 這個粉絲專頁 你必須說 我去設定 粉絲專頁的管理頁面 去做管理 嗯 不過他現在 他把你的粉絲專頁 提醒 跟你的個人帳號 跟他一樣 一樣 對 就是像我們社團 他當時是普通的一個團體 他也當時去 這個歡迎被法人 他就是這個概念 對 所以現在FB就是你個人 你自己有一個帳號 也有一個新聞 他現在把我們的粉絲專頁 也代表一個人 一個新聞來看 或是法人身分來看 所以在FB裡面 你就變成 你如果是有粉絲專頁 還是你是粉絲專頁的管理者 這樣你就有很多新聞 就像我們說的那個大哥 他又變成 他的FB裡面就是 個人的消耗 跟他管理的粉絲的消耗 他就跟我們說 他都收不通 他也看不到人在分享什麼東西 所以他的問題就是 他跟他本來 他普通都是用 他個人的新聞 進去看FB 因為那個改版之後 他就是看到那個同地 粉絲的同地 他就刺進去 刺進去 我們的FB 他就是 很主動 幫你切換你的角色 好不太好 他就把你轉變 變成 你是粉絲專頁的那個新聞 你進去之後 你就 一直就用粉絲專頁的那個新聞 第一 看這個FB 要等於說 你的個人帳號 FB 你的朋友 跟他聯絡 你又看不到 對啊 因為你不是你個人 你突然跟沒有朋友 對 都照料料 是 所以我們 就要了解說 你在哪裡 去切換 就是 你要進去 漢堡選單 裡面 有一個功能表 功能表 你那看 小小的 大陀梯 你又在那裡做 切換 還有有的是 旁邊有一個下拉選單 一個 看起來跟打鍋 還有一個 向下的指標 你去點那個 在那裡做切換 嗯 這有一個小差距 就是 這個大哥 他就是這樣說 你故意的心魂 那是 你的粉絲專業的心魂 本來我就想說 假聰明 我跟他說 那就是你的大頭貼 怎麼會知道 他的大頭貼 兩個都是一樣的一個相片 所以他就進不出來 是 像我自己的 我用一隻狗狗 另外一個 我就用另外一個符號 不一樣的照片 還是用我本人的照片 這樣 我們就分成清楚了 是 他就分成清楚了 我覺得真好笑 其實我們在這裡說 這個要怎麼操作 但是我們希望說 我們 要有這個機會 在我們的 youtube 裡面 有一個教學影片 給大家 教說 怎麼操作 這樣可能 會更清楚了 不過你如果是 聽到有的 你跟他操作 他還是稍注意一下 看你的 那個身份 是怎麼切換 還是你在 操作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 也有 發現到這個 現象 那如果是 有任何手機 的問題 讓他來找 花家 可樂 你還可以 搜尋 走遊家 汽水老師 還是可樂老師 嗯 我就直接使用 我們的愛情網 好 好 好